HELLO 大家好 我是女熊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要來看一下我最近買的東西 那等一下也會用這些東西呢 來做化妝 對 大家會看到我會拿著這一欄 這是我最近買的東西 你們會看到其實我現在已經有畫了啦 就是底妝 眉毛跟唇膏 因為我發現如果我不畫的話 就會有點像鬼 然後開頭講這一大堆的時候 你們可能就想要點出去 然後不想看了 對 所以我今天就主要會畫眼妝跟腮紅而已 那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 這些東西呢 喔 用到 這樣 這些東西呢 呃 是我最近在一個網站叫做 Look Fantastic 這個網站上面買的 那它這個網站呢 是歐洲最大的美妝購物網站 對 那這次我就買了一些化妝品 那你們剛剛有看到這兩個比較大瓶的這個 這個是Neon的一個香氛的擴香 因為其實我家是開放性廚房 你可以看到後面那個紅紅的就是廚房 對 那有時候我媽煮魚就有點臭 然後都會飄進我房間裡 就很不爽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擴香 我還沒拆開 然後我其實一直以來都蠻喜歡 就是買這種比較香的東西 那我今天還有特別額外買了一個這個香氛蠟燭 我已經點過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這個也是Neon的 然後你看到它已經燒著頭有點黑黑的了 這個很香欸 而且其實我有時候晚上睡覺之前 都會想要點來我 就是很舒服的一個香味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擴香 拆給大家看 那我要暴力拆 對 它是這樣 它是一個擴香瓶 然後它有附幾根這個 也可以擦在上面 對 那之後我再來使用它 今天就先這樣 那就要來進入重點了 這個呢 是Roeiva的袋子 那這個東西其實裝的呢 是這一把刷具 對 這些刷具呢 都是Roeiva的 那那時候其實我逛這個網站 然後第一個就被它燒到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欸 不覺得嗎 對啊 就是這種 因為玫瑰金 然後配黑色 那我看一下喔 這個好像是散粉刷 就是如果你刷蜜粉的話 就是刷這個散粉刷 然後這個呢好像是粉底液的 就是如果你用粉底液 然後你要刷粉底的話就是用這個粉底刷 然後這個是斜角的腮紅刷 然後這個它好像是說 是可以拿來修容吧 對 就是可能鼻影啊之類的 或是旁邊這個 對 我如果臉太大的 像我一樣臉太大可以修容 然後這兩個好像都是眼影刷 那等一下的話 如果我有機會 我就會用到它們來上妝 再來呢 跟大家分享 再來這個也是Roeiva的 那其實這一盆我其實有點不太知道 它是什麼東西 但我那時候看到 就覺得 欸好像可以拿來當修容喔 可以看一下 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它的這個顏色啊 這兩個深咖啡色 都可以拿來做修容 然後白色的部分可以做打亮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在上妝的時候 不太會修容 但是因為我朋友都說 欸你知道你的臉都快比我手大了嗎 因為他是男生 然後他就這樣 在我面前比了這樣 然後就跟我說 你不覺得你的臉很大嗎 我就說對啊 所以其實我有點想要學學看修容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盤 而且其實我覺得外國的人 好像都比較會修容 因為我看一些外國的youtuber 他們都會去修容 但是 對我還沒有學過 所以我之後想要來嘗試看看 我就買了這一盤 但是今天我不會 因為我今天還沒有學好 不敢給大家獻 然後呢 這個是 Berry Anne的四色腮紅 對 那等一下我應該會用其中一個顏色 就是比較偏橘色的這一個 或是這個 對 因為我想要來畫一個 比較南瓜色的橘橘的妝容 對 所以等一下會用到這一盤 再來呢 是這一個 這是Iconic 這一個 的遮瑕液 對 那我買的色號是 Natural Tan 對 就是一個遮瑕 不過我剛剛呢 就是自己在弄底妝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把遮瑕弄完 所以今天也不會來遮瑕 所以今天也不會來遮瑕 然後 再來介紹一下 這一支好了 喔 跟你們講 這一支真的是有夠難念 這一支叫做 Elan Mosqua 對 這個是一個牌子 是 都是歐美的 所以今天開箱的幾乎都是歐美 因為這個 Low Fantaski這個網站呢 是一個 就是專門在賣海外的彩妝品牌 那如果說 你們有想要買一些外國的產品的話 都可以去這邊買 對 就是這邊的東西還蠻齊全 而且品牌還蠻多的 對啊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一盒 這一盒是 Royva的 眼影盤 對 那這網路上有蠻多人在介紹的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哇 掉下來 對 這一盤 其實我自己會買這一盤 是因為我覺得 它顏色都還蠻實用 而且它的那個還蠻大的 就是可以用很久 那像我自己本身就是蠻喜歡這種 橘色啊 粉紅色 然後亮片色有這些 我覺得都還蠻喜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嗚 看得到嗎 這一盒其實也不貴欸 這一盒差不多700塊左右就有了 今天要用的是這盤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怎麼唸欸 叫什麼 Cocoa嗎 Cocoa 反正就是Cocoa 對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一盤 其實 Royva他們家還有一個眼影盤 其實很多人買 而且很多人推 是一盤叫做小南瓜盤的 但是我這次沒有買那一盤 因為我覺得顏色太重複了 所以我買的是這一盤 就是我剛剛講的 Cocoa 那這一盤 我是因為之前看了查理的影片 就是它有特別拿出來做一集 然後是說400元的評價 它眼影就可以打造出那種非常高級的眼影感 所以我就覺得 欸 那這一盤好像不錯欸 所以我這次就帶了這一盤 對 那這次呢 我會比較想要使用這兩個顏色 還有這上面的這幾個 比較橘的顏色來完成這次的妝容 那我們就開始吧 對 我們真的不要再廢話了 那 首先呢 先用這個 比較淺的顏色做一個 打底 欸我是不是太重了 啊 可是鏡頭看不出來 對啊 欸你們知道 我其實開箱久了都不太會化妝 在鏡頭上面 對啊 這樣子 然後 再來我用這個 這個顏色做後面的 整個的暈染 我的鏡子在那邊 所以我有可能會在化妝的時候一直往那邊看 對 再來呢 就是用這個 橘色比較亮的這個 一樣往後 再來用這個 然後我用這個 其實我都在亂搭配 我用這個 這樣 好 好啦 我剛剛就大概用那個 兩盤的 肉依吧 畫了一下 對 我剛剛還說我不會用到這一盤 結果我最後還是用了 大概用了這兩個顏色吧 還有這個金色 欸我覺得這個金色超好看的 我覺得你們之後可以買回來用用看 那這次的妝容我覺得 嗯 我覺得還少了一些什麼 感覺就是要來畫個眼線啊 是不是 好那我就偷偷的呢 用我自己的眼線 咖啡色的 來畫 因為我剛剛介紹的這一款 Ele Mascua的這個 它是黑色的 那其實我通常自己在化妝的時候 不太會用黑色的眼線液筆 因為我覺得這種給人的感覺就是比較銳利 比較難相處 所以咖啡色會比較柔和 但是 有些時候妝容還是要有黑色的眼線比會比較好 對但是我今天呢就是想要柔和一點啦 所以我就還是用自己的眼線來畫 對 我通常不太會畫那種很明顯的外眼線 我只會在後面呢稍微加一點 等一下喔 真的是很難邊錄影邊化妝 我真的懂那些美妝YouTuber的Tone了 喔很辛苦欸 很多人常常跟我說我眼線畫的兩邊不一樣長 或高低不一樣 嗯我有發現欸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是我的眼睛的問題嗎 因為我總覺得不管怎麼畫都不會對稱 所以好麻煩喔 這樣有對稱嗎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這樣有對稱嗎 我不知道欸 欸你們可以之後再跟我說 因為我的眼睛本身就是兩邊感覺有點比較 眼皮感覺不一樣寬 我這邊比較多層然後這邊比較少層 所以眼線有時候要調整自己的眼睛到 其實有一點 啊啊我的手殘 看得出來嗎 沒事沒事 好我覺得我不能再這樣弧搞瞎搞下去了 影片要糟了 對 那這次的開箱呢跟妝容分享就有到這邊 雖然我根本就不會化妝的 我只是想要來嘗試一下就是Halloween的那個氛圍 所以想要來畫個南瓜妝容 結果沒想到直接被我搞砸 不知道這個是...這個是什麼東西 對 好 那先不管這些了 如果你們可以教一點我那個怎麼樣畫那個妝容 趕快下面留言 看不下去了趕快下面留言 那如果說你們有想要買一些外國的產品啊 就是像我剛才介紹 尤其我跟你們講 一定要買ZOEVA的眼影盤 必收好不好 顯色度又高又便宜 必收 那如果說剛剛我介紹的東西你們有想要購買的話呢 都可以去LookFantastic這個網站上面買 而且呢它其實是有中文網站的 雖然它是歐洲的網站 但是它有中文版也有台灣站 而且是可以直送台灣 而且你只要買到一定的金額還可以免預費 就是直接從國外免預運到台灣的這種 對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我的折扣碼 還有雙十一節的折扣碼都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最近呢去使用它 那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呢 請在下方幫我點一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 那也不要忘記可以追蹤 LookFantastic的台灣站 然後Facebook還有IG 嗯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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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